现在来介绍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常用统计量的抽样分配 在常用的统计量,我们有大概三种 第一个就是抽样分配,我们研究的是X-bar的 就是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配 还有的是样本比例,叫做P-hat的抽样分配 再过来就是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配 那是S平方的抽样分配 那么我们来一一介绍它的做法 那么对于我们未来的话的观念会比较清楚 样本平均数它的抽样分配 假设母体本身来说,它是一个常态的 那么情况就比较简单 如果是常态母体,大样本 那么大家都毋庸置疑的 X-bar就直接就是normal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常态 而且当然它的大样本 就是母体的标准差 那么假设常态母体它是小样本 小样本我们又分成了两种 一种叫做sigma是已知的 一个是sigma未知 假设小样本sigma已知 那没关系 不管它是小样本还是大样本 因为它是常态母体 所以它都一样 它是完全不变的 因为sigma是已知的 假设不知道呢 未知呢 未知就要用什么方式 小样本又sigma未知 我们就要用t分配来做修正 因为sigma未知 我采用的是一个s来取代 那么各位同学都知道 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它的写法 那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平方的 就是用变异数的写法 要不然就是标准差的写法 看看各版本的写法都各有不同 再过来我们来看看 万一它是非常态的母体怎么办 或者是母体是不知道的 如果母体不知道 那么没关系 只要是大样本 抽样分配 这个地方我们利用的是什么 CLT 就是中央极限定理 如果利用了中央极限定理 它告诉我们说 它是大样本的话 虽然它不是常态母体 那么我们仍然会逼近常态分配 那么最不幸的是什么 不是常态母体 有偏态啦 或者是很奇怪怪的母体的状况的话 都不知道的位置状况 它又是小样本 那么我们就要看母体的状况 用不同的方式来做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当然常常用的是 用的是什么呢 叫做五母数的技巧去做的 用五母数的方式去做 那么它的做法就会有很多种 那么至少的话 我们避开了一个常态母体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样本平均数 以外的就是叫做样本比例 也是很常用的 样本比例 我们叫做Phead 它的期望值就是P 就是母体的比例 那它的变异数呢 N分之PQ N分之PQ 这是它的变异数 那么Phead的抽样分配 假设在大样本的前提之下 Phead 没问题 什么叫做大样本 NP大于五 NQ大于五 这几个事情要能够同时出现 都能够符合的话呢 我们就称 是大样本 如果是大样本 那么没有问题 那就是normal 那利用的是 这样的方式去做 如果说抽样分配 这个Phead的抽样分配 如果是小样本怎么办 小样本 既然是母体的比例 样本的比例 比例的意思就是 二项分配 只有两种 所以它是一个二项分配 那注意的是 如果说是无限母体 就是说取后放回 前一个不会影响到 后面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二项分配 如果说是有限母体 不放回呢 那么这个 就叫做什么 叫做超级核分配 这个地方 我们的这个变异数 会有点改变 它跟前面一样 但是这个是母体的个数 这个是抽样的N 这是母体减掉E 这个地方是 我们介绍过 这叫做超级核分配 那么是取后不放回的状况 样本比例 我们交完了 我们的样本平均数 也交完了 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呢 样本变异数 样本变异数 就不像前面 这么样的简单 X-Bar P-Head 的抽样分配 都是直接写出来 它是直接符合 什么样的 Normal 是怎么样的状况 是T分配 那么我们想要了解 S平方的抽样分配 那么我们需要 做一些搭配的动作 跟其他的一些统计量 要一起搭配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S平方 本身来说是什么 X减掉X-Bar的平方 除以N-1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这是我们的定义 这个地方的话来说 为什么要N-1 这个我们前面有证明过 这是因为是 不偏估计量的关系 好 那么我们把N-1 交叉相乘乘过去 N-1刮乎S平方 就是这样子了 没问题 现在我们左右底下 都除一个S平方 我们知道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 Ki-Square Ki-Square 这是卡方分配 自由度是几 N-1 所以我们想要去了解它 就必须一起考虑 卡方分配 要一起考虑 它不能够直接写过去 那么这是 做样本编译书的时候 的中央分配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要这样子写 利用卡方分配 然后是N-1 刮乎S平方 除以Sigma平方 那么这个单元 其实是很重要的单元 因为抽样分配 在我们推论统计里面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再来的话 就是说 我们这个单元 介绍了三种 常用的抽样分配 第一个 X-Bar 抽样分配 第二个 P-Hat 样本比例 这是常常用到的 第三个 样本变异数 相关而已 它没办法 直接写抽样分配 那它要搭配什么呢 搭配 N-1 刮乎S平方 除以Sigma平方 它是什么呢 Ki-Square 自由度是 N-1的卡方分配 那么我们学会的这三种 这种的话 就是最重要的三种